关心Kevin市大直楼房塌陷案呢 今天上午陆续的开放民众回家来取物 那原本呢是先针对二楼以上的住户呢 先开放他们来取 不过呢在稍早的时候 由于一楼也就是塌陷到这个B1的一楼 也已经完成了道路的抢收作业 所以呢也开放一楼的住户正在里面取物 那预计呢今天第一轮就会结束 第二轮在下午的时候也会进行到一半 明天呢就可以再进行第二轮到第三轮 不过呢有些住户还是认为说 让他们进去取物的时间只有20分钟 而且只有三趟实在是太短了 那你当然听到都发局长的最新回应 其实我们是跟时间赛跑 这个要请所有的住户理解跟谅解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建筑物不但倾斜 其实它这个是位在一个地质相对软弱的这个地区 所以我们现在观测的结果也不属于这个安全 所以跟时间赛跑 所以我们才会把时间缩短 让住户能够紧速在这两天来取物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评估进行拆除 因为毕竟呢我们不可预期的是 也许会有地震或是这个降雨的情形 都会影响建筑物的安全 那更何况它现在还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好可以听到北市府其实呢 也是考量这些住户的人身安全 因为这栋大楼目前是围楼还是是有危险性的 并且呢其实今天有很多住户拿完东西出来之后 他们就说啊真的是头非常的晕 也有一些人就是因为里面的空气实在是太闷的 有出现一些疑似中暑的现象 所以说呢其实里面的状况也因为倾斜的关系 是不适合人久待的 所以才会设定这样子的时间 而针对之前基泰承诺说要给受灾户安置的1亿元费用呢 稍早北市府也证实说在2点20几分的时候 所有基泰已经汇到了北市府的指定账户里头 这1亿元会拿来做受灾户后续的一些安置费用